过年煮菜辛苦了 刚刚公公约我们出去吃饭 走吧 出发去吃好吃的 大家好 我是晶晶 快放完年假了 然后就是还有两天就要上班了 就是在过年期间 我跟我婆婆就是准备了好多美食和料理 公公觉得我们在家里太辛苦了 今天她说要约我们一起去吃外面去吃大餐 那来看看我们今天要去吃什么美食吧 我是晶晶 一个大陆姑娘记录我在台湾的生活日志 若是你们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 Let's go 今天呢 妹妹坐了阿公的车 姐姐现在在我们车上 然后因为车子太小了 一起坐在一起有点拥挤 所以我们开了两辆车 妹妹正在前面 姐姐我们一起坐开不开心 一起出发去吃好吃的 因为喜欢吃的就是那几家餐厅啊 每个人喜欢吃的也就是那几种餐厅 如果没有特卖会怎么办 到了餐厅 在台湾吃菜的时候 他都会帮我们准备两瓶饮料 你可以选择喝 你可以选择不喝 你可以换你自己喜欢的饮料 欢迎四季春冷泡茶 这个是小朋友最爱喝的柳橙汁 虾拉 炒面 妹妹想吃炒面 哇好美味的炒面 好好吃哦 吃完了一碗炒饭 就吃了一碗炒 再吃 凤螺你要吃 海鲜餐厅的炒面比较好吃 是我太饿了 然后他羞羞热热热的 帮我拿一个呀 帮我布好了 花牛 妈妈帮你用一个好不好 妈妈也要吃一个 吃不停的他 我还要再来一个 我们东北过年初期的时候要吃面条 我妈还问我吃没吃面条 我这个就是在台湾我要吃的面条 今天吃不停呢 还要再一个 今天吃这个鱼汤一鱼两吃 然后一个煮鱼汤 一个用喝汤一鱼两吃 好吃好吃 红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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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叫哈马 这个肉会QQ的感觉哦 我要蒸啊 我嘛 大鱼 大鱼 四鱼啊 我们也一鱼 大鱼好大鱼 嗯 这个要用手打扔 一鱼 好烫 为什么 就是小鱼这个鱼好多耶 你要吃吗 可以蘸一点胡椒粉 不要手 弄起来蘸鱼 它可以蘸一点胡椒粉 它里边肉也太嫩了吧 看起它这个刺好多也要慢慢吃 然后把它拌成这样子 好鲜哦 我觉得这样子还过瘾 我也觉得过瘾 过瘾 过瘾 好多 我觉得鱼肉好新鲜 很嫩是吧 里边好嫩的 好新鲜好过瘾的 太过瘾了 等一下 大家都在吃鱼 没关系吗 没关系 这个鱼要用手吃 等我吃完就帮你吃完 妈妈快吃完 妈妈只吃完了一半 再断了 阿嬷 等阿嬷 等阿嬷 阿嬷是在那里边哦 阿嬷 哎 哎 哎 我忘记了一半 再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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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有菜 有成绩给你 谢谢妈妈 不客气 先打开这个 在台湾吃这种菜的时候 大家都会吃这个 喝这个茶 要解腻一点 冷泡茶 你要尝看看 好 好喝 妈你们要喝茶吗 头下去 一下都不用 都吃过去 一语两吃 清蒸下半身 超级Q 这是台湾人很愿意吃的 我也愿意吃的 来台湾吃的 叫做鹅仔卷 这个是这个好不好 鹅仔卷 我用饭子给你看看 好不好 哇 这是我来台湾也会很喜欢吃的 叫做鹅仔卷 有 应该是鹅仔 蘸一些 拿过去阿嬷 帮你倒一点点 给他调的料 太烫了吧 太烫了吧 没鬼 我掰了 吃了一半 吃了一半 这个是 鸡虾中卷 还会很腻 比较咸 看我一把 这一会咸吗 有 鸡虾中卷 哇 很贵哦 鸡虾是不是咸雅蛋哦 鸡虾是不是咸蛋哦 鸡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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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就是 需要的一碳鸡 鸡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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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他去 然后就给鸡虾 鸡虾 鸡虾 吃了超多的鸡虾 鸡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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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让我快点吃多一点 所以我一直在拍照都没有吃 鸡虾 没吃完的还打包回带回家 鸡虾 每次开了只喝一点点还剩这么多 带回家 电影级别点菜当中 没有说一个是没有人鸡虾 我吃鸡了 鸡虾都是我吃的了 剩下好多都是我吃的 爸爸妈妈说我怎么一直在讲拍视频 然后自己都没有吃多少 然后他们说 我都没有吃到 我吃很多好不好 我吃的好鸡 今天就是这个很久会来吃一片的 五条港饭丁 在台西吃海鲜 然后台湾的庙鱼可真多 每个地方都有好多庙 然后顺便路过了 来这边起步 拜拜一下吧 今天就是要来这边安息府 我第一次来这边呢 台湾的庙鱼 每个乡镇都有好多的庙 然后路过来这边起步 这腰腿供的钱会顶这个平安 石柱香 我们顺便来拜拜 爸我要先拿这个是吧 石柱香 成好心说好话做好事烧好香 烧香是有兴趣的是吗 外面是天宫的炉子先拜 上楼真是富丽堂皇啊 这个是北斗星君 拿一个就好 然后拿糖果拜拜 佛太平安风调雨顺 保佑台湾的人都平平安安 保佑小朋友的拜好 这个是财神店 大家都在拜拜 西安府 然后又祈求拜拜了一下 希望大家都平安 新的一年都平安健康快乐 这是鱼塘嘛 这期视频就到这啦 记录去海边吃海鲜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耶我喜欢吃小榴莲 回家妈妈买榴莲给你吃好吗 哦我家买榴莲给你吃好吗 哦我家买榴莲给你吃好吗 干嘛一直学妈咪说话呀 干嘛一直学妈咪说话呀 好可爱呀 我想喝咖啡 这种感觉真好 路上没有车子 只有前面我们家一台车 这就是台湾的东 树木列成这样子 远处这样一看 白白很漂亮 这种感觉 真的 也不就 你